小朋友在游乐设施上尖叫声不断 刺激又好玩 是否周末假日又难得见到太阳露脸 不少家长都起早带着小朋友到游乐园玩 下雨下了好多天啊 都没办法出门啊 所以之后赶快趁假日天气好 下礼拜又要变天了 刚好周末啊没有下雨 受到疫情冲击 旅宿业影响大 交通部推出三阶段振兴国旅方案 其中第二阶段安心旅游 就推游乐园免费玩 包括新北市云仙乐园 野柳海洋世界 桃园小人国 新竹六福村 苗栗西湖度假村 台中立宝乐园 高雄一大世界等等 全台总共24间游乐园 可想每人免费入园一次 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超低优惠 应该也还是要搭配刚好有时间 然后可以过去才会过去吧 还不错啊 那蛮好的一个方案 不知全台24间的游乐园 可以免费玩 还有台湾的观光巴士 也推出两人同行 一人免费的超低优惠 第二阶段国旅更针对团体游 推出每人每日最高700元补助 离岛团体系更加码到 每人补助1200 美团总上限达7万元 另外自由行 美方也将补助1000元 按观光局规划 安心旅游预算为39亿元 其中第二阶段 预计将带动520万以上 人次出游 带动观光效益将近200亿元 这次推出超低优惠 观光业者也乐见其成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提前活络市场 简陵有名外山台北餐